乃之乌鸦 尚能退隐一户 只义乌鸦 总一首金箍 一场好梦少年约 这妙生楼 原来就是我买给你 用来做聘礼的 可是你一直没要 这几日我重修了一番 挂上了你喜欢的珠帘 墙面也漆了你最喜欢的颜色 你看你喜欢吗 大聪 这几天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不能再骗你了 你骗我什么了 其实三个月的记书 是我让唐大人伪造的 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我 记书 是你为了不与我成婚 冒死伪造的 冒死伪造的 对不起 大总 真的对不起 娘子 你看我像不像个傻子 不 要不是因为你 谁愿意当这个傻子呀 没有 我从来都不觉得你是个傻子 真的 但是感情的事 但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但是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你喜欢的人是他 他 这三个月以来 你一直都这么说 我居然还抱有一丝幻想 想着能陪你笑 陪你哭 想着 你还会用谎言来欺骗我 说不定你是件好事呢 说不定 哪一天你也会觉得我很好的 我承认 我就是个傻子 不是的 弟弟来了 今日 庙圣楼不营业 和姐姐去别家吃吧 吃什么呀 那你得眼泪下饭啊 我这 姐 你先走吧 我跟朱掌柜聊两句 朱公子 别看了 咱们坐下说 朱公子 姐姐就是这个脾气 她要认了死理 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不过你 我觉得你是个好男人 好有什么用啊 她偏使不肯勉强 她偏使不肯勉强 以前她总是骗我 我